什么 羊了 有点多吗 哎 就我闺蜜那个大原种 周末非要去玩什么水上浪园 回来之后 就 不舒服 种种发痒 来院检查 竟然得母亲信息 太可怕了 姐妈妈 你们要是不想被传染病毒 生活中这几个地方 你们千万要注意 尤其是最后一个 还不快 还那个没有脑子的傻的闺蜜 进来看 首先啊 那个水上浪园 我真的不建议你孩子去 那么多人的游购汉液 居然不符合在一起 甚至还会有小朋友在里面 你想想都有多少细菌啊 万一有一个传染性疾病的人去过 一不小心真的很容易中烧 其次 出门在外逛街啥的 尽量不要上多遍 后不得已的话 那个马桶圈啊 一定要拿消毒湿精多擦拭几遍 或者是随身携带那种 一次性的马桶垫 防止细菌感染 哎 还有 就这种共享单车 你们不要以为坐在共享单车上 就是安全的 房中那个共享单车 事情你们家都有所闻吧 长点心吧 姐妹们 你们以为隔着这个衣服裤子 往那一塑就没事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坐在那里共享单车上 有没有暗藏 带着XX 针头 万一中招 那你这一辈子啊 就完了 最后 哎 这玩意儿 前段时间霸占热缩榜首的 痛精杀手石墩子 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我说你们动作你们的脑蛙子 好吗姐妹们 大夏天哪 这个石墩子 只有七八十度吧 鸡蛋都能坚熟了 你痛心跑去做石墩子 你别切了一点 你不怕被坚成猫血罐啊 我问你们啊 主人遛狗的时候 然后狗都去哪里尿尿 带树下 草丛里 还有石墩子 石墩子有多脏 就不用我说了吧 全是动物的尿子 再说了 那个精气啊 本身就是一个排毒的过程 如果这个时候 你坐在高温爆炸后的石墩子 或者是公共座椅上 精血被热的东西一蒸 哎 那个热气啊 一上游 你的细菌进到身体里面 就会引发尿路感染 严重的 还会得盆腔炎 我这个不是洁癖 也不是焦虑啊 跟我闺蜜一样 比抗力差的女生 真的不要帮有长线心理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